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世界的版图我们把它摊开来看 我们刚刚讲的是英国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的是非洲 好 非洲发生些什么事情 现在呢 它要上了新闻版面 最主要原因是它要去非洲 好 这位呢是俄罗斯的卫长拉夫罗夫 要举办他的非洲之旅了 结果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 走访的是包括了埃及伊索比亚 还有乌干达跟刚果共和国 那他就直接告诉你了 我们俄罗斯没有在非洲染上殖民血腥的罪行 我们要发展的就是伙伴关系 同时他强调他理解每一个国家 有他的轻重缓急 有他的历史渊源 我们不会把我的价值加注在你身上 一切都是互相尊重为原则 好 讲的话呢 其实有点酸 因为讲到了非洲 你看看这个地图一摊开来就知道了 牵前呢 他们在十九世纪 摸到二十世纪出百分之九十五的领土 是被强占的 上一个part讲到的英国 当时呢 在这个日不落国这边也有非常多的势力 但是呢 大家就要问了 你们是真的关心非洲吗 还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想到他 好 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最新呢 非洲的另一个版面是这条新闻了 欧洲现在能源吃紧 目光转向非洲 他们的能源公司在考虑 要到非洲来投资一个一千亿美元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案 原因是因为呢 这边有非常丰富的能源 甚至呢 他一天就可以产出五十万桶的石油 现在呢 在俄乌战争之后 能源议题再次的要上版面 所以有没有可能非洲来帮忙 替代俄罗斯空缺的那个份额 是欧洲国家现在正在想的 但是呢 俄罗斯他们来这边 是要做什么事情 总是有点什么计划 所以才会来吧 现在呢 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原子能集团 要来盖埃及的手作核电厂 要帮他们盖核电厂做建设 另一件事情是要再帮 奈及利亚还有加纳也盖核电厂 上比亚 乌安达的部分 则是要帮他们训练核子工程师 甚至现在非洲有可能将近一半 百分之四十九的军事装备 都会来自于俄罗斯 现在呢 除了俄罗斯之外 还有另一个地方叫做中国 中国其实一直以来在非洲这边 确实是琢磨相对比较深的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他们的广和集团就已经有 跟肯亚来合作核电厂了 隔年呢 他们的核工业集团 也跟苏丹这边来签核做协议 那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华为了 他们在通讯设备呢 其实也早就已经前进非洲 九八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服务了百分之七十的 非洲四G据点 现在呢 要发展的是五G一直在前进 然后也看到今年三月的新闻 那杰利亚讲了 他们首都的5G基地台 已经正式上路 他们已经跟华为签署了 在全国都推出所谓的5G网络 甚至呢 他们的基建部分 包括了铁路 包括了公路 现在都已经开通 而且呢 服务了上百万名的乘客 那当然呢 在贸易额的部分就不用讲了 今年第一季 中非贸易额已经达到了648亿美元了 肯雅智库这边说 说中国在非洲的基建 是有可靠性的 而且速度都比欧盟来得快 但是呢 美国 欧盟对于中国的基建 常常呢 有所意见 好 在大陆外交部 王文明就直接讲了 什么是高质量 你自己去问问非洲人民吧 他们自己心中有一个称 现在在中国 在非洲的经济版图确实已经远超美国了 反观美国 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呢 另一边日经在讲 说中俄会这样来协助非洲发展核能 主要为的就是自己的外交影响力 但是你们去到了非洲 有帮忙他们吗 2021年 美国因为奈及利亚破坏人权 终止了他们的军售案 所以他们才会转向俄罗斯 那玛丽的部分呢 说法国先前在这边呢 说要所谓的反恐 有所谓的新月行沙丘行动 但是造成了百姓死亡 你们负责了吗 再来就是他们看到了阿富汗 当时呢 有很多的民众说 你们怎么把我们抛下 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不是真的不再可靠 好 两相对比 你说中国 俄罗斯有目的 我们要问杨老师了 那欧美国家难道你们就没有吗 他当然有目的了 大家还记得之前才开的那个G7会议 然后美国 欧盟 日本共同不是提了一个叫做 6000亿美金的基建计划吗 对不对 6000亿美金很庞大 美国那个时候跟东协国家开了一个特别高峰会 才给东协1.5亿美金的援助 结果这次要拿个6000亿 当然美国2000 欧盟这边3000 日本加拿大其他国家加起来大概1000 这不得了 那问题是怎么算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他把这些国家的民间投资 加上政府的投资 在这些开发中国家 那当然就大部分就是非洲 拉丁美洲也许这些东南亚国家 那有多少是真的在非洲国家 我觉得比例很少 第二个 这些民间的投资 是当地的需要吗 他还是从他自己本身的获利 企业经营的角度去做投资的考量 拜登在里面举了两个例子 在当时 他说 我们有在安哥拉有20亿的 太阳能电板的计划 这两个都是非洲国家 安哥拉需要太阳能电板 他其实因为劳工便宜 所以这20亿也许替安哥拉 增加了一点就业机会 可是又对安哥拉的人民社会 教育经济发展有什么帮助 拜登有提另外一个 330万而已 但是针对塞奈加尔 也是非洲国家 他说我们投资了塞奈加尔 330万的疫苗生产设备 塞奈加尔要做这个疫苗生产设备 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 对不对 所以上个礼拜 埃及7月5号的时候 非洲第一条电气化的轻轨铁路 在埃及开通了 中国做的 埃及的总统总理 中国驻埃及的大使都去了 这是第一条 他每天可以运输35万到40万人 当然你看到所有的这些 因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当然你就看到很大的差别 所以拉夫罗夫这边更进一步就是 因为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 更进一步拓展到 就是说这些开发中国家 尤其在俄乌战争当中 有48个国家跟地区制裁俄罗斯 通通都是西方国家 对不对 但是所有的非西方国家 这48个以外的150个国家 通通没有制裁俄罗斯 而现在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你就看到这两个 这个国际就分两个集团了 一个是西方为主 一个也是开发中国家 以中俄为主轴的 那俄罗斯当然因为碰到了 他的这个就是欧洲的客户 开始比较减产 或者是说将来要断掉 他虽然现在可以比较平价的 卖给一些其他的这些 印度 中国这些客户 可是他还是需要拓展他 各种贸易 他发现到以中国为投资 为基础的这些 像是非洲 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 在以这个为基础上 他去做他的强项的投资 结果是可以行得通的 事实上老早西方国家 也都是在这样子做 因为对比如说日本而言 差不多10年之前 日本就跟中国有签 叫第三方合作计划 也就是说在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 里面特别有关于这个电厂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设备 都是日本的这些大企业 在去承接 也就是从中国的企业里面 接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不要去分什么 谁的企业或者是说 谁的这个工程 而是大家共同的来去针对 非洲人所需要的经济的发展 毕竟非洲被西方殖民到现在 你看他那个国界化得四四方方的 直直的 那个国界其实造成后来很多 非洲的种族内战的原因 因为他把一个种族一切为二 对不对 这都是西方造成的 西方过去对非洲提供 怎么样的协助 也许金钱的总额并不少 但是真的改善了吗 是不是 我们现在看到过去这段时间 在就是非洲 中国现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的一些 开放中国的大国愿意去协助 我觉得这都很好的事情 西方也应该一起来合作 而不要去标榜说 我们这个6000亿计划 这是好事情对不对 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去取代一带一路 或挑战一带一路的 这种竞争或者对抗的概念 其实对整个非洲而言 他并不需要看到 因为他觉得好像拿着你的 就不能够拿中国的 对不对 就跟现在美国这个 晶片法案说的一样 你来我这边投资 拿我的钱 你就十年之内 不可以到中国去做 有先进射程的 制成的工厂 那就会造成排挤效应 对非洲要这样子排挤吗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子 是 我们其实战略一点 来思考这么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讲 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在中东还记得吗 拜登他刚刚去 然后后来普京就过去了 现在在非洲这一边 其实确实 就连他们自己的外交杂志都在讲了 美国这边就是三心二意 长期在外交使馆这一边 就是人手都不足 你没有再重视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包括了俄罗斯 包括了长期在这边经营的中国 都在这里的时候 好像开始他们就会有点意见 对的确 当然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其实长期在非洲上面来说 那个可以说是势力盛大 由于就是说过去非洲这些国家们 他们在摆脱过去的殖民母国 在独立的过程中 其实在独立的过程里面 跟很多这些原先的殖民母国 那个关系弄得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当时的这些殖民母国 离开非洲 是离开了灰头土脸的 所以也就因此其实奠定了 某种程度来讲 是奠定了整个非洲 相对来说是比较怨西方 而亲中俄 当然你说中俄 像比如说这上面也讲了 俄罗斯协助埃及盖核电厂 然后也训练这些 这些其他国家来做核电厂员工 其实当然我是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核电厂 在这个世界上来说 其实名声并不太好 不过但是这个地方 也告诉了大家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些非洲的国家 极度缺乏基础建设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 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发展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过去这些殖民母国在这里的时候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那个资源跟各种的这种 的掠夺 等于说他们把这边 那个产品或说原物料拿走了 但是并没有对这些 原先的这些殖民地 做好这样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来 然后特别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这种基础建设大军 一旦杀进来之后 它其实很多非洲的国家 就无条件的把自己所有的 相关的就把这些工程 就包给中国大陆做了 当然很多人就说 中国大陆就利用这样一个方式 甚至还搞垮不少国家 政府等等 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看 像我记得 我以前每次去广州的时候 在白云机场入境 我觉得我到底是到了 中国大陆入境 还是到了非洲国家入境 为什么 因为一片都是黑压压的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除了 透过他们的一带一路 以及他们整体对 非洲的这样一个经贸输出之外 其实整个中国大陆在欧洲 非洲的经贸影响力力也很强 同样俄罗斯也是 透过这种基础建设的 建设跟协助 其实还是真正要能够 帮这些国家脱贫的一个 最好办法 如果说像比如西方国家 很习惯说我来金援你 我给你钱 但给你钱的结果 往往是可能落到当地的 这些执政者的手里 不见得这些执政者 拿到这些钱之后 会把这些钱 通通认真的拿去 去做这些相关的基础建设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中国大陆 他或俄罗斯 能够在非洲 有那么大的一个开展 因为当然我们前面讲到 原先的历史渊源之外 另外很重要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们其实是用对了办法 当然如果讲到武器销售的话 这边也讲到 为什么说这些非洲国家 一半以上的武器 都是跟俄罗斯购买 因为其实武器销售这个东西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在销售的过程中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商品的销售 某种程度来讲 他还是代表那种军事结盟 或是军事的这样一个建立 也就是说 今天你美国销售武器 给我们中华民国的话 他难道不会去限制说 你今天你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 是只能针对某一方 如果说今天你是要针对 我的盟友你就不能做 所以这种军事武器的销售 也是有这种成分在 但是相对来说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在这边的武器销售 这个成分就相对来说 比较低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过去这些西方国家 在欧洲之所以没有成功 主要还是就在于 就是说他们的动机 跟他们的做法 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相比的 是 不过这一次 拉夫罗夫去 叮哥他也很呛 他就直接讲了 我们没有在非洲 染上殖民血腥的罪行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价值观 抢租给别人 拉夫罗夫讲的对不对 对 俄罗斯确实没有像其他的西方 这些殖民国家 从18 19世界开始 在非洲大陆上掠夺 然后用非洲人民的鲜血 建构自己的帝国 可是老实讲 那是因为你俄罗斯海军不行 所以才这样 因为你发展得太晚 你在亚洲大陆上 在欧亚大陆上 你还不是到处掠夺 还不是到处殖民 你跟他们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 只是因为你起步得太晚 来不起到非洲大陆来而已 但是刚刚校伟跟杨教授讲的 也都没错 也就是因为你过去这些殖民者 你们只为了掠夺资源 你们连最基本的基础建设 连人家最基本的生活 都不愿意顾好 结果搞了非洲这些国家 其实现在对西方人 是非常排斥的 他觉得你们过去就是 专门来掠夺我们 从来不给我们带来好东西 那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去 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不是做慈善事业 他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 不然他也要对他 自己国家的国民交代 难道钱能够这样乱用了吗 他去当然是希望 能够在那边建立自己的据点 也能够有其他经贸相关的利益 可是人家至少有帮忙 做基础建设是不是 对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错 但是他确实也改善了 当地人的生活不是吗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 能够这样互惠不好吗 难道要像你们西方这样子 把人家全部吃干妈镜 然后拍一屁股走 然后还回来 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这样做才是对的吗 所以我每次看到西方的这些人 我都觉得他们很恶心 都只会指责别人 可是你都不想想 你们又做了哪些事情 现在为什么 他们突然之间又说 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我们要积极争取 所以要准备6000亿的资金 大家来去弄 那是因为美国现在发觉不对了 过去他长期忽略了这些国家 结果慢慢慢慢开始 让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 在这些地方享有优势了 他是为了自己的霸权受到挑战 所以他才号召这些国家来 要提出这个资金 可是问题我跟你讲 除了一个日本傻傻的 现在说我们国家 真的要动用这个资金之外 其他国家都没动静 那些国家都是 他们是嘴巴上讲得很漂亮 是要募集民间资金 不是国家要出钱 只有日本傻傻的 岸田文雄回去说 我们要考虑要编列预算 只有日本这个呆挂才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美国 为了自己在补课 想要挽回他在非洲 在大洋洲 在中亚的势力 叫这些国家来帮他忙 根本出发点 就不是为了这些地方的人民 我觉得美国最终会失败 好 我们接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说 我们下期再见